全台響應健康餐飲走未來 國民健康署洗手台鐵 推出茶香瞬機便當 更邀請奧運短跑國手楊俊翰 擔任宣傳大使 他也透露 其實自己平常也很愛吃台鐵便當 才會毫不猶豫決定 擔任這一次的宣傳大使 不管像有國東或是賽事 離開高雄的時候 其實我也都會先跑去 購買台北便當 然後再去搓高鐵 所以我覺得這次有機會 跟國健署 還有台鐵便當這邊合作 其實我自己也會比較慢多的感觸 為了落實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 推動健康飲食文化 茶香瞬機便當 透過增加蔬菜和全股的攝取 並減少油炸及高納食材 提供民眾健康均衡新選擇 調查裡面發現 國人天天三酥二酷的機率 不到八成 有八成是不足的 另外有九成的國人 甚至是沒有買一切一杯奶 或者我們的堅果類的飲食都不夠 這一份便當的話 它的膳食纖維的含量的話 大概可以滿足 是一般成年人 大概二十九% 均衡飲食是維持健康的關鍵 就算生活忙碌 經常要依靠外食 也希望民眾能夠仔細挑選 減少自身的健康危機 在新聞金山流布他報導